記不記得二零一九年遠東航空 無預警停飛 隔年民航局被民航局撤照 那麼董事長張維 張維又捲入掏空案 如今首次露面 表達要重振遠航的決心 希望跟民航局和解 還提到民航局行政裁糧 理由與事實不符 要求復照 否則要申請國賠 對此民航局表示 一切裁定都是依法處理 二零一九年 遠東航空無預警停飛 二零二零年被民航局撤照 收回航權 近簽名員工失業 董事長張維 因為掏空資產 遭到檢方調查 擠壓境界一年 如今首度露面 要求民航局復照 否則將會在十二月十三號之前 申請國賠五十億 就因為當時一個烏龍事件 半天停航 那我們馬上要飛航 民航局就不讓我們飛了 那我們的訴求 是希望能夠 跟民航局和解 同時也能恢復我的民生 民航局當初是依照 民航法來 民航車照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都有市政 然後也有相關的公文 張維強調國賠是不得已的決定 還說當時停飛是員工發的烏龍預告 也發出聲明表示 當下針對下屬烏龍 做出緊急應應 主客官均無停業之意 民航局行政材料的理由與事實不符 還強調自己是獨資 遠航根本沒有掏空的問題 也出面表示有不少投資人都在接洽 希望能夠投資遠航 我們現在投資人非常多 你看現在貨運股這麼夯 航運股這麼夯 問題是大家都擔心說 這個你不復照 那你要講什麼呢 沒有執照 那我們怎麼投資 在停飛之前 他還一直說有資金 只是說不能說明 所以這一塊可能就要由他來確認 那如果要重新申請 那就變成他必須要 一再所有的程序來辦理 比如說向新航公司成立的過程 除了先解釋資金來源 停在機場的七架飛機 也得要先處理 加上遠航目前公安司纏身 不僅有基欠 松山 高雄 桃園機場等費用 還有國際租金公安司未解決 看來遠航想要復兆拿回航權 恐怕沒有這麼容易 歡迎收看黃建英台北報導